Coco早餐 Today's Special 阮实力MIT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Coco早餐节目 今天是礼拜二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非常谢谢邱大宇艺术中心的创办人 黄敏俊先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为我们介绍第三届2016年的 Start艺术博览会 他的作品将要被邀请 在这个展览会当中来参赞 究竟这个展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展览呢 黄敏俊先生曾经在我们节目介绍过 邱大宇艺术中心 而邱大宇艺术中心是 黄敏俊跟他的夫人 两个人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心肝宝贝地 你们最近才刚刚去了一趟 对不对 其实我们今年去两趟 一趟是做博览会 那另外一趟是被邀请过去 做一个未来指导的一个策展的邀请 所以这个所谓未来指导的策展的邀请的意思是 这个展览展出了没有 这个展览已经展出了 已经展出了 对在上个礼拜结束 对 那我们那个整个馆都是台湾的作品 是所以叫未来指导 Future Island 你要不要帮我们介绍一个一下这个 Start Art Fair 就是这个Start的艺术博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展览呢 它是一个画廊里面做一个博览会 做一个展览 那这个蛮特别的就是说一般的画廊 其实大家的感觉都是小小的 但它的画廊像一个美术馆 是私人画廊 私人画廊 在伦敦 在伦敦是最大的画廊 对那里面的话你会感觉它每一次策展 那都需要大概在二十几磅的一个费用 才能进去参观 那办的主题展 二十几磅 那要一百多块 一千多 一千多块台币 对 参观这个展览还要付一千多块台币的入场券 没错 所以都是排队的状况在入场 那它为什么可以收费呢 它平常是一个私人的画廊 它是一个私人画廊 但它没有经营艺术家 可是它都是做一个当代艺术的一个推广 那它做得很成功 就是把很多的一个有名的 而且是你看出冒出新生代的 它都是先在这个画廊做展览 然后才被发掘出来 那这个画廊的负责人是什么背景呢 我听说他是一个犹太人 那就是在英国里面经商 然后开了这个画廊 所以他平常的画廊是介绍艺术家 但是他每一年举行一次 start的这个艺术博览会 没错 它是一个一年大概册四档展览 然后每一档展览大概有一季 三个月那么久 是是是 那它每一个展览都是相当有水准 而且是收门票的 一般在画廊 我们在台湾的画廊 大家可能不敢进去 但是实际上台湾的画廊都不收门票 据说 除了有一些状况 比如说有些人要借厕所 怎么样 所以他们就收了一个简单的门票 大概一块十块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画廊的策展 收门票 还很多人去 那原因在哪里 因为他的策展人都是相当知名 然后还有他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展览的水准品质 是相当高的 像我在五月去看这个展览的时候 我看到的是 他们英国的一个 最早的一个流行音乐开始 就是滚石 他做了一个这样很完整 滚石乐台的展览 他做了一个很完整的展览 从他的生活的一个 整个面貌 然后到他们的一个 怎么发展 然后到最后 他怎么样去成名 然后怎么样去做一个 音乐的一个创作 这都有 全部都有做一个 非常实际的一个模拟 跟一个介绍 所以他是比较现代艺术了 对 他是属于现代艺术 当代艺术的一个推手 所以 那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邀请几个 你去参加 我们现在介绍的是 邱大鱼艺术中心的负责人 黄敏俊 他也是一位非常知名的艺术家 那他的作品呢 这个刚刚接受了 第三届的2016年的 START艺术博览会的一个 未来之导的展览 你有两幅作品 带过去 过去你跟他认识吗 不认识 但是我们是在 等于是在 R16的时候 在5月办的一个R16的时候 在英国 在那个奥林匹亚展馆 在那边办了一个博览会 那在那边的时候 他就对我的作品 非常的有兴趣 他在那边 他是第一次看到你的作品 没错 这个策展的是英国人 然后他在那边看到我的作品的时候 就逗留很久 然后也琢磨很久 那我们回来之后 他就写一封信 说要邀请我去参加这个策展 他就是因为看了你的作品之后 然后邀请你去 那你们这个怎么样联系呢 他邀请你去 然后你怎么跟他联系 然后你们的作品 送过去中间的费用啊 或说这个这幅作品 未来在他的画廊里继续展出吗 还是这个可以有人购买啊 像这种展览 你们跟这个展方的关系 怎么样处理啊 他这个是 主要他这个展览是一个策展 所以他是属于不卖的 是属于一个展览 一个发表的一个状态 就是介绍台湾的艺术 现在的发展 这也是相当难得的 就是说在英国 甚至于在欧洲 这个这么多国家里面 很少有把台湾 作为主题 抓到主位去介绍的 所以未来之导 除了你的两幅作品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的台湾的 艺术家的作品 没错没错 但那些艺术家 大概都是履积在欧洲 的一个艺术家 那就只有我 把我的作品 是从台湾带过去的 那是哪一类的作品呢 是其实看到 他还是有立体跟平面 那我的两件作品 就是属于平面 平面的作品 你的作品是 这个 这两幅是他要求的吗 还是 你选给他的 其实他说的时间 有点赶 那我刚好在 九月的时候 也是在桃园文化局 做了一个个展 那其中有几幅作品 是冲突的 所以他本来是 选了三幅 那我去了两张 那有一张四百号的 就因为胆兰的关系 所以我就没有过去 因为你八月三十一号 到九月十一号 还在桃园的市政府的 文化局的第一展览 是做了一个 新色彩观嘛 对不对 这是你的 这个最新的作品 所以你把你的作品 你选择了两幅 他请你选择 他选的 他选的 他其实挑了三张 那有一张 还在这个展览 跟那个桃园文化局 是冲突的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 带过去 那因为时间比较紧迫 我刚好碰到这些展览 跟我自己本身的时间安排 所以我在十二号就飞了 那个伦敦 对 你说九月十二号嘛 对 这个台湾的展览结束之后 他为什么叫 未来之导呢 他的策展目标方向是说 其实台湾有很多好的艺术 那他想把这个艺术 介绍给世界人认识 这位主办人 他来过台湾吗 这个总监 就是Such Gallery的总监 他在英国 他其实没来过台湾 他在英国 但是他在英国 有接触很多台湾的艺术角 是是是 所以他请你九月十二号 带你的作品去 对 参展 对 你们在那边待了多久 我们在那边待了十天 哦 是 所以他总共展出 也只有十天吗 他展出的时间 就是一个博览会的形态 但是我们这一个馆 是属于他里面的 他有两个馆是做策展 然后有其他的空间 是做博览会的 就是有很多画廊 同时参加 大概有四十家 对 那其中两个馆是做策展的 就是有主题的 那楼下有一馆 是属于中东的 他用剑做了很多的一个 一个诠释 用宝剑 所以未来指导都市 他认为在这个台湾 可能在台湾的艺术界 有他非常潜在的 未来发展能力的 这些艺术家的作品 对不对 所以他选择了你的 这个残河入梦跟窗外 这两幅作品 在上一次他看过 这两幅作品 他上次在伦敦有 对 就是你说他曾经看过 他希望到他的展览的 画廊里面去展出 对不对 你要不要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残河入梦跟窗外 是什么样的主题 窗外是 这一幅是 这是什么作品 这是 这是油画的作品 那大家看到 平面的油画 对不对 平面油画 但大家看到 这一张的时候 其实这一张的是在 大西的一个老茶场 我想大家如果有到 大西的山里面 他会看到说 有那个老茶场 那这个老茶场里面的一个景 那很多人看到这张画 就有一个知名的英国作家 他就写了说 我不用戴3D眼镜 但是看到了3D的效果 好像这个 a room with a view 这个很有英国人的味道 对不对 对 所以对啊 你这个油画 它是平面油画 那平面油画 跟一般我们所理解的 传统油画也不太一样 你的这个技术是不同的 可是他又有那种 非常强烈的立体感 你看一看下去 那个窗子就好像 就好像 呃 推出去一样 是不是 这个这个是一个三角窗 还是 就是一个平面的窗子 是一个窗户 从中间有一个轴 然后往两旁推 对推出去 对 看出来就是推出去 所以他确实有3D的效果 对 那因为色彩的关系 所以我做出了那种 不用带3D 哦 但是你看起来 却是立体的 对很多人形容 我的画是雕塑 嗯嗯 对 它就是一个立体的东西 它已经是一个雕塑 所以用平面的油画 做雕塑的这种 呃 视觉感 那这是技术吗 呃 这是一个 比如说你要把 那种关系做好 把色彩的关系做好 之外 你还要懂得说 怎么去应用这色彩 能够对比出 这样的一个立体感 那这一幅这个 嗯 out of the window 窗外 呃 就是用 远远的 浅层的色 对 跟近的 比较深的 这个颜色 其实我就是用红跟绿 在对比 然后进入了那种立体感 嗯 是 所以 嗯 这个平面油画 有3D的感觉 这是第一幅哦 在 Sachie Gallery 在伦敦的这个 艺术博览会里面 的未来之导 这位 这个艺术总监 邀请了秋刀宇艺术中心的负责人 华敏军先生 前往参加这个展览哦 这个已经在9月12号结束了 那这也是 华敏军先生带到 伦敦 让大家看到台湾的 这个艺术家的 呃 连接的一次 非常好的机会 除了这个窗外 这幅画之外呢 呃 还有一幅是 残河 入梦 我们平常看到的 荷花都是盛开的 荷花 对不对 那 而且是 非常的优雅 但是 残河 嗯 这个的展现 其实它有一种衰败感 可是衰败里面 却会有美感 然后到底是怎么样 正现 我们进广告之后 再请啊 黄敏军先生来 帮我们介绍 这一幅 残河 入梦 嗯 在9月初 啊 在伦敦啊 这一个 呃 start 艺术博览会 展出 未来之导 这个是 台湾的 艺术家的作品 哈 在伦敦 发光发热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 可可早餐节目 MIT 软实力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黄敏军先生 是第二度来到我们节目啊 你们的秋刀鱼 艺术中心 非常成功 啊 这一次呢 秋刀鱼艺术中心哈 的负责人 黄敏军先生跟夫人呢 呃 受邀到伦敦去参加 呃 start 艺术博览会 今年度的这个 在这应该是第三季 他们的策展吗 对 这是第三季 第三季啊 那其中有一个 未来之导 邀请了非常多 跟台湾哈 这个人有关的 呃 艺术家去哈 这个展出作品 而黄敏军先生呢 所这个 提供的是 呃 窗外跟残河入梦 刚才讲到这个 out of the window 就是从这个 呃 窗子当中好像 呃 看到这幅油画 感觉到好像这个窗子 就刚刚被推开的感觉 对 它的立体感非常强 那那第二副是 残河入梦 呃 嗯 刚才我提到了 这个通常我们看荷花都喜欢看盛开的荷花 比较优雅美丽 充满了这个欢欣感 可是你是用残河就是已经都凋落的这个荷花 而且他们都是在一个没有水的一个干渴的土地之上 哦 好惨哦 哦 怎么样表现出这种 这个境界 这个应该跟你对土地呀 这个环境的意识是有关系吧 对 这大概在去年年初的时候台湾有干旱 啊 那水都没有下来 所以 田里面全部都是干旱 没错 哦 所以我发现说台湾的环境在变化 然后土地都是干裂了 哦 那 其实荷花的生命力很强 嗯 你要看它现在是死掉了 但是它是一个循环 嗯 它进入了冬眠 它在里面还是活着的 是 它的根还是活着 你再给它水 它明年春天还是在活起来 哦 哇 这么强韧啊 哦 但是要画这个盛开的荷花比较 比较这个 轻易吧 比较多人画 残河就是残败的荷花很困难吧 哦 对 没有错 这个心情都会受影响 对 它的 第一个它不讨喜 然后第二个它的色彩上面 你要 比较灰暗 在枯干的里面 要把它抓出 有生命力 对 其实是难的 那你怎么展现 那我在色彩上面 我做的都是极端 哦 比如说我的色彩 呃 我我做的主题 它是非常的凋零的 非常的不美 对 但是我画出来它是很美 哦 哎 那我做的那个 色彩 它是极端的 它是红 跟绿 在撞击 嗯 它也是两个极端 所以我都在做极端的一个变化 嗯 极端变化 大家要注意到 在技巧禅线上面 有哪些可能会失败的这个陷阱呢 对 它可能会变成造成说冲突感太重 对 所以就变成互相矛盾 嗯 那你看起来就会觉得非常不舒服 嗯 比如说色彩强烈 有时候看起来会觉得它不雅 嗯 可是我色彩强烈 但是你却觉得它非常雅 看到残河 嗯 的感受 是一种 是一种同理心的这种回应 而不是觉得讨厌 对不对 或觉得是败落 对 其实它 垂下来的时候 当它垂下来的时候 荷花垂下来的时候 它就是要开始 另外一个生命的开始 重生的一个 这个机会 没错 但是它要找到重生的这个 呃 一个元素 就 对 对 很重要 对 它要有水 对 要有水 所以生命啊 跟生命是要相支撑的 呃 这两幅画呢 在呃 今年九月的十二号 呃 开始在伦敦展了十天 在未来之导的这个 嗯 SART的艺术博览会上 呃 这两幅作品 呃 因为你刚才说了 去看这个展览要付钱的 对不对 对 哇 呃 一个人还要付二十块的呃 这个英镑 一千多块台币 那嗯 这些去参展的这些呃 看你的话的人 他们做什么样的回应呢 你有跟他们有对话的机会吗 呃 有 呃 呃 那个在展览的开幕那天 有很多人来看了以后 有人在形容说 我用的很高干的技巧 嗯 他讲的就是用很高干的技巧 然后把一个现象 一个真实的现象 把描绘出来 啊 那另外还有作作家 他回去以后 他就写了一个部落格 这是英国人 对英国人 嗯 他在英国是相当知名的一个作家 嗯 然后他就指指说 我的作品里面 是不用戴3D眼镜 然后把3D的效果做出来的 嗯 嗯 那这也是我在研究色彩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关系 所以你得到知音啦 嗯 对 没错 你有的博乐 对对对对 其实他们在做呃 国外在做写实 在做这种照相写实 哦 或是在做那样的写实 他们是相当成熟的 对 但是他们看这些作品的时候 他们如果还是看到相同的元素 他们是不会觉得有什么感动 啊 所以你必须有另外一种技巧的展现 对 他在我的画里面 他就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 可是你怎么保持台湾那文化的特色 怎么展现东方人的作品的这个不可取代的元素呢 好那这个就是我为什么我用这三原色 就是红跟绿 其实红跟绿调出来就很像墨的色彩 哦 所以有点跟我们的水墨画有点类似 这就是你的这个非常大的一个保持 我们的文化传承的一个这个特色的秘方 对不对 秘密 因为东方人以前只会用虚不会用实 对 那西方人以前只会用实不会用虚 所以他们在使用这些元素 他们都用科学去印证印证印证 最后呢 他发现日本的不是绘画 他加入了就变成印象派的开始 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其实就是少了那种科学的一个精神 我们其实在那种虚幻的 在那种想象的我们是非常够的 我们在那种哲理上面 我们其实是非常足够的 但是我们就是少那种科学的根据 所以我们的话很多都是很虚 很空 对 但是却没有杀实的那种感觉 我们在加入科学的 在加入一些研究 在加入一些理论的话 我们的画作其实会超越他们的 所以要保持自己的生长元素的 这种DNA的特质 才会在云云众生的艺术界的作品里面 能够受到大家的这个眼睛一亮的重视 对 这个展览 其实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论 就是说我把光跟色合一来讲 以前人在画画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去讲光跟色有什么样 相同的关系 但是我把它讲在一起 以前人在讲光的时候 他就是跟郭台铭有关 因为他是造电视的 但是跟画画的完全没有关系 他只有色彩跟他有关系 那我现在把两个合在一起讲 而且是同一个 所以他会造成说 你看到更有真实感的现象 有真实感 可是他又有这个 可以从每个人的眼睛里面 看到一个他所这个 诠释出来的一个空间感 对 好但在这个展览当中 除了他们开放这个 购票入场之外 他们还有安排一些 跟这个赏话的人士的对谈吗 或者是有其他的 比较实际的行动吗 他有邀请VIP来 然后也有做了一个座谈 是在这个场地里面 然后直接做座谈 那我们在当地的文化部的官员 也有过来来做一个指导 我们的文化部 我真想知道 像这种艺术交流的活动 其实秋道与艺术中心 将来也可以做吗 把他们的请过来 当然我们也在做住村的计划 那也在跟一些地方政府在谈 就是我们也有空间 我们希望提出来 然后把英国那边 或是欧洲或是美国 那些的艺术家把他邀请过来 做一个交流 做一个住村的计划 是这个START这个艺术博览会的策展人总监 他还蛮有心的 他特别请台湾的这个艺术家的作品 放在未来指导 而且还有请了我们文化部的相关的人士 去参加 那但事实上这不是我们中华民国政府 所补助的一个活动 没错没错 但是他们完全是由他们策展人 策出提出一个计划 对 然后被接受 然后所策出来的展览 但一般的 比方因为它是一个购票入场 对 所以它的购票入场的反应怎样 在这个展览 其实都是相当好的 因为它人潮是非常多的 是 所以除了告诉我们这个 黄敏俊先生的作品非常特别之外 他在东西交汇当中 这个有自己的特殊的技巧的风格 也有他的这个绘画的风格之外 还呈现了这个西方的诗跟东方的诗 最重要的是这个活动本身 其实也是一个 在世界各国各地里面的文创界人士 大概可以学习的一个对象 对不对 对 谢谢邱大瑜艺术中心的负责人 黄敏俊先生 来到我们节目现在 恭喜你 参加这么有意义的一项活动 谢谢 好 听众朋友 今天是礼拜二 等一下八点到九点的整点新闻之后 我们要为各位所介绍的是 新南向政策 政府到底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今天请到了两位 越南的资深的台商 而且刚刚荣英亚洲台商总会的 总会长的李天琪先生 她在越南已经有快30年的历史 另外一位刘美的小姐 她也接近30年的经验 她们的观察 对新南向政策 对越南这个地方跟台湾 要经营更深刻的交流关系 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请你不要走开咯 继续锁定够够早餐 拜拜